这个是何景龙何老师 他的脸书 他说觉得火大 他说韩国瑜满口谎言丢脸丢到国外 宴请穆斯林的吉隆坡市长 喝酒吃猪肉 他有加问号 不但没有预留位置给受邀的市长 连名牌都只写地主也看不懂的中文 根本没有邀请你是家 对啊 这个你真的看得出来没有邀请 一开始就准备说谎 栽赃别人炒新闻 那我想请教你 你为什么说他根本没有邀请 一开始就准备说谎 我们平常看韩国瑜在讲的那些小伟 大家觉得茶余饭后大家笑笑就好 就觉得他又讲错话又失言或者又碰轰 可这次不一样 第一个他是到国外去乱讲话 然后这个是把台湾的脸丢到国外 这跟在国内讲不一样 第二个这次他失言吗 还是他碰碰还是人家爽约 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 24号要跟吉隆坡市长 预定要会面 如果你已经跟吉隆坡市长 他是穆斯林吗 那个No Hicham先生 吉隆坡市长是穆斯林 对你刚约好了 然后你当天准备了这么大只的烤全猪 拜托烤全猪是路边摊随便可以买得到吗 你至少很多天前就准备好了吧 要先订 对啊 你要准备烤全猪 你如果知道穆斯林市长要来 你准备一个烤全猪 而且这有差点的话 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 是不是全猪比较少 因为他们吃猪肉的人少 吃猪肉 马来西亚大概有20%左右的华裔 对 但是还是比台湾少的 我相信这么大一只猪 你在台湾病也不可能当天可以随便的马上决病 如果说你在场有不是穆斯林的华裔 那可以嘛 可是你看 这个所谓宴请韩市 韩市长要宴请马来西亚吉隆坡市长的座位 第一个都坐满了 有没有预留位置给我们吉隆坡的市长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后来发现人没有来 就叫别人补上去了 OK啊 那我们看这个名牌 我们韩市长不是说要英语教育要国际化吗 这么重视国际化的韩市长 你到了吉隆坡本来要请人家的市长吃饭 你这个名牌上面全部都是中文 没有英文 这样就不礼貌 这样不对 这很奇怪 这代表说你应该 两种语言都有 对啊 那请问一下那个 Nohi Hishan市长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难道你全部都写中文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座满 没有预留大马官员的座席 然后你看到名牌全部都是写中文 很明显看出来 一开始都没有要邀请马来西亚的 穆斯林市长的打算啊 对啊 你观察很忍性耶 这个有一种可能 就也许他有写了 因为没有到场 才把那个名牌拿掉也有可能啦 这个字是印出来的吧 在场那 那为什么要把英文的马来文的名牌拿掉 有什么 有什么意义吗 也有这种可能啦 就说是 那何必请人家穆斯林用考全桌 用考全桌那是很不礼貌啦 那那个 你要教训教朋友用不礼貌的方式吗 你不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啦 就是那个幕僚 幕僚跟他韓市长没有做功课 也可能 我觉得不是幕僚啦 韓市长要国际化会没有这个尝试 我们高雄这么多 幕僚还有外职移工 应该有这样的尝试吧 我相信如果今天是请到佛光山 请我们的星雲法师吃饭 你会放一只犬猪吗 到花莲的慈激金社 请我们的正眼法师吃饭会放猪吗 那你去马来西亚都知道人家的市长是 穆斯林 你要见人家市长 难道你不知道市长的姓名宗教长相都不知道啊 这其实等同在顾人家弄人家 但我觉得可能不是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都没有要找人家市长 不然会这样 好啊 如果一开始有找 那在场的这么多的大马当地的华裔商人 或者是我们台湾相亲 没有人发现这个事 都说你要找一个吉隆坡的穆斯林市长 然后给他放猪肉 然后根本没有准备他的名牌跟位置 不可能啊 所以一开始 韓国瑜之前常常常很稍微 可是这次感觉出来是从头到尾就安排好了 还有记者听到他们两个讲说什么包子被打压 不拉不拉不拉的 那到后来很证明 这个看图事实会说话嘛 就没有准备人家 那如果说我是吉隆坡市长 我是穆斯林 然后我来 然后发现你是用猪肉宴请我 你们如果作为穆斯林会怎么想 OK 你如果放一个猪肉 那你当然我会说我不吃猪肉啦 我觉得穆斯林朋友也不会说真的当场跟他翻脸 只是会觉得这样当然是很没有礼貌 我不觉得韩国瑜 韩岛 这么会编很多的话的人 又要推国计划他会不知道这个尝试 我觉得应该不是 吉隆坡市长临时没约到 而是一开始的安排就没有吉隆坡的市长 而且你看后面也知道啊 后面第二天他说了什么 人家问他说昨晚吉隆坡市长 怎么没有出席哦 他就说 为了高雄以后对外发展 然后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 拜托韩岛从头到尾这个宴席都是你们自己安排的 这个吉隆坡市长有安排烤猪吗 有安排那些写中文的桌牌吗 怎么这时候推到人家身上了 你都吃完了猪肉喝完了酒 然后你说你有宴请穆斯林的吉隆坡市长 这个很不合理嘛 开始就没有说实话 那如果有邀请吉隆坡市长来晚宴 现场白酒是ok的吗 基本上穆斯林不会在公开场合喝酒 所以是不ok的 也不ok 可是他们有喝酒呢 ok 对啊 那就他一开始没有要找穆斯林的市长过来嘛 那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况 假设这位穆斯林的市长 因为不是公开场合他喝了酒 那是他个人的自由 可是一开始你们放猪肉跟喝酒 这基本上就没有尊重到别人的文化啊